我穿进了恋爱仪女游戏里 绑定了恋爱攻略系统 温柔腹黑的学霸同桌 霸道酷拽的校霸后桌 高冷禁欲的班长前桌 每一个人都戳在我的XP上 我一边流口水 一边胸有成竹地攻略他们三个人 当我看见他们三个人正拿着刀 一刀一刀往一个人身上捅 我疑惑不解 老公 你们在干什么呢 学霸同桌走过来捂住我的眼睛 低头亲了亲我的耳朵 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在给那个同学做按摩 我抓住捂住我的眼睛的手 拽不开 为什么要用刀 这是特殊的疗法 更舒服 然后我稀里糊涂地被学霸抱走了 其他穿越人员一脸懵圈地看着我们 不是 为什么三个这么恐怖的大boss变成这样了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被拉进了一款姨女游戏里 是我准备下载来玩的游戏 男主有三个 学霸 校霸 班长 每一个人的人设都戳在我的XP上 好爱 结果我穿越进来了 干 我以为我能玩已经是我的荣幸 没有想到还能进来体验 这是我不课金就能玩的吗 这也太棒了吧 这时脑子里突然多了一个声音 宿主好 我是系统 恭喜你绑定了恋爱攻略系统 现在您需要攻略学霸 校霸 班长 目前好感度均为零 我不仅穿越到了姨女游戏了 还获得了系统 俗话说得好 穿越有系统 开挂金手指 这把我稳了 我喜滋滋地翻开课本 发现里面加着一本学生手册 一 遵守学校规则 不要影响其他人 二 上课时间认真听讲 不能睡觉 外出 如果听不懂上课内容 请不要惊慌 那是因为你学习太劳累了 睡一觉就可以了 三 厕所失修 偶尔出现漏水的情况 不要惊慌 请立即出厕所 告知老师厕所漏水 四 最近学校招聘新老师 如果见到不了解学校 奇奇怪怪的老师 请不要拒绝他们的请求 五 实验楼正在维修 请不要进去 否则后果自负 六 食堂里的饭都是 免费供应的素菜 如果有付费肉菜供应的窗口 请无视它 七 学生应该服从 老师每节课的安排 不能违抗 八 我们学校有很多活动 请同学们积极参与 九 学生应该九点回宿舍 十点宿舍熄灯 不能在外逗留 否则后果自负 十 希望同学们 有愉快的校园生活 我皱着眉 看完这十条规则 这怎么这么像我看的规则 怪谈小说 这真的是音乐游戏吗 我又自我否定 恐怖游戏里 不会还有攻略系统吧 哈哈 这也太荒谬了 这应该只是 这个学校的校规校计 我只要乖乖遵守就好了 然后攻略男主们 我扫尸了一眼 他们果然坐在我的旁边 同桌 后桌 前桌 都长得很帅 这个游戏好爱我 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老公们 我来了 你快看 那个女生身边 围着那三个大boss 这怎么回事 应该也是NPC吧 不然要是拯救者 也太惨了吧 是啊 绝对是NPC 哈哈 不能有人这么倒霉吧 我听不真切 只听到了什么大boss NPC 倒霉 难道还有别的攻略者 因为他们坐得离难主远 觉得倒霉 我不禁感到庆幸 果然上天待我不薄 我翻着课本 发现这课本 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我疑惑 难道这个游戏不是中文 我又不会别的语言 这怎么和老公交流 我愁得头发要掉了 我主动试探我的学霸 同桌傅成义 老公 Darling Anata 差给啊 傅成义玩味地看着我 怎么了 老婆 原来说的是中文 可是他叫我老婆 我心里疯狂尖叫 这个游戏里的男主 也太容易攻略了吧 这么容易上套 他都叫我老婆了 这好感度 不得蹭蹭往上涨 傅成义好感度 一 还得再接再厉 我抓着他的胳膊 低声问他 老公 我看不懂书上的字 是因为我太笨了吗 我的笑霸后 捉林天玉吃笑 是挺笨的 大哥 你说话好伤人哦 傅成义柔声安抚我 你别听他的 你不笨的 只是学习太累了 我心里疑惑 怎么跟那个规则第二条一样 难道这真的不是一个 简单的恋爱攻略游戏 我还想再说什么 突然响起了铃声 傅成义说 这是预备铃声 我问道 下一节上什么课 语文 语文好 要是数学可能还听不明白 语文一定能听懂的 打上课铃声的时候 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说 请大家翻开课本第96页 我们学习 我翻开课本第96页 果不其然 我看不懂上面的字 语文老师说的话 我也渐渐听不明白 只要他一讲课本上的内容 我就听不懂 我想不明白 难道我真的要睡一觉 才能听懂上课内容吗 可是规则又说 不能睡觉 我看傅成义听得很认真 我从桌栋里拿出一个本字 撕下来一节纸条 在上面写 老公 我怎么听不懂老师讲的课 我是不是真的很笨 我把纸条推到傅成义桌子上 傅成义挑眉 在纸上写下字 又给我推回来 我一看 上面写着 学习太疲惫 可以去楼下小喷泉那里洗洗脸 我顿悟 原来我去楼下小喷泉那里洗脸 就可以听明白课 还是老公好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我觉得好困 上眼皮和下眼皮开始打架 我的班长前桌秦彦琳这个时候 突然撞了一下我的桌子 我猛地被惊醒了 秦彦琳低声说 对不起 刚才比掉地上了 减比 帅哥能有什么错 我连忙小声毁他 没关系的 我四处看了看 发现有几个人表情跟我一样 眼皮也在打架 趴在了桌子上 宇文老师突然停下讲课 表情高深莫测 班长 下课带人 把那个睡着 趴在桌子上的同学带出去 我注意到 有几个人表情很焦虑 有些害怕和担忧 但怎么也教不醒那个人 我又给傅臣义写了一张纸条 老公 为什么要把他带出去 带去哪里 傅臣义迅速写完 给我推回来 那个人上课睡觉 应该受到惩罚 什么惩罚 对上傅臣义温柔的笑 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我一边掐着大腿 一边挨到了下课 一打下课铃 老师立马合上课本 走出教室 秦彦琳和林天玉 站起来走向那个人 他们不是只把人带走 而是把桌子椅子 带人一起抬走了 我没时间想这个 赶紧往小喷泉那里去 我记着不让跑的规则 只能大步往外走 小喷泉就在楼下 正对着教学楼 我们教室在一楼 我两三步就走到了 洗了几把脸 瞬间觉得脑子清醒多了 我想着离上课还有时间 在四周转了转 这一转不得了 在教学楼后面 傅陈毅 秦彦琳和林天玉 在围着一个人 一刀一刀往那人身上捅 我离得远 看不见地上躺着的是谁 问道 老公 你们在干什么呢 傅陈毅丢下了刀 走过来捂住我的眼睛 低头亲了亲我的耳朵 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在给那个同学做按摩 我抓住他捂住我眼睛的手 拽不开 问他 为什么要用刀 傅陈毅一把抱起我往外走 因为这是特殊疗法 更舒服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被傅陈毅带回了教室 有几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 其他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们一样 我耳朵有点烧 老公 放我下来 傅陈毅倒也听话 乖乖把我放下来了 还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我坐在座位上想刚才的是 觉得这里好像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傅陈毅好感度 二 秦彦琳好感度 一 林天玉好感度 零 我觉得有些意外 傅陈毅这人深藏不露 表面上对我很好 笑脸相迎 其实心里对我毫无波澜 妈的 傅陈毅你真骚 不守难得 很快就打零了 林天玉和秦彦琳踩着零声回来了 下一节课上数学 很好 虽然我已经能看得懂课本上的字 听得懂老师讲的什么 不用只看老师的嘴一张一合 也不困了 但面对数学课 我实在是听得难受 何况 我一个大二的学生 高数都已经不学了 哪里想听什么数学 老师讲的 倒跟我高一学的没有区别 可以判断我们处在高一阶段 那我要是想离开这里 不会要从高一上到高三 再参加高考吧 哈哈 这也太荒谬了 大学生会疯的 我想了想 还是写了一张纸条 老公 刚才你们在干什么 递给林天玉 傅陈毅太骚了不正经 我换个人试试 林天玉戳了戳我的后背 我把手伸过去 他把纸条放到我手里 我一看 血压蹭蹭往上升 关你屁事 谁是你老公 乱叫什么 好好好 这么说我是吧 我能怎么办 忍着 这时傅陈毅伸手 把纸条抢了过去 我一惊 傅陈毅勾起的嘴角放下 脸色铁青 在纸条上奋笔集书 我颤抖着打开 傅陈毅鞋的纸条 你到底有几个老公 有我一个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叫别人老公 傅陈毅好感度 十 不是 这怎么还能变富 我内心疯狂尖叫 系统 这怎么还能变富 系统 宿主 我们最低是100 我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对我不友好了 原来这就叫后宫起火 原来男人多了 也不是那么幸福 我刷刷在纸上 写下我的肺腑之言 你是我唯一的老公 他只是我的哥哥 傅陈毅接过纸条 冷笑一声 把纸条撕了 放到了桌洞里 惹到祖宗了 我看得傅陈毅 愈发铁青的脸色 赶紧拿出纸条 在上面粪笔集书 虽然我牡丹至今 但我也看过不少 言情小说和狗血电视剧 对于写情话 我还是手到擒来 什么你是我这辈子 最爱的男人 此生唯一的挚爱 老公 没有你 就像鱼儿失去了水 我也活不下去了 在你没有回复 我上一张纸条的时间里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我以为我的心 不会为任何人跳动 直到遇到了你 老公 我的心脏 现在只为你跳动 我时不时看一眼傅陈毅 看着他的嘴角 又慢慢上扬 我长舒一口气 傅陈毅好感度 零 德 白干 我现在有身心焦脆的感觉 为什么看小说 别人攻略男人都很容易 怎么到我这里 好感度死活上不去 难道是我的切入点有问题 我应该投其所好 从爱好兴趣出发 我问系统 系统 他们有什么兴趣爱好 系统没有回应我 我又叫他 系统慢悠悠地回复我 我也不知道 我忍不住说 那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系统 我只知道 如果他们好感度不满一百 我会一直和你绑在一起 终于等到了下课 这是一个女生走过来 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 同学 可以出来一下吗 我们有事找你 我们 我歪了一下脑袋 看到离女生七八不远的位置 有五个人 我点头 起身跟过去 我们一出教室门 有个瘦瘦长相尖酸的男人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上课不困的 我恍然 原来是问我这个 但是吗 要人回答不能白回答不是 你先告诉我这是哪里 我再告诉你 怎么样上课不困 那男人有些意外 然后讥讽地说 你连这是哪里都不知道 怎么进来的 我老老实实地说 我下载了一款游戏 刚注册完想玩 就进来了 那个女生惊讶地说 你不是拯救者 我有些懵 大家说话能不能讲清楚点 什么拯救者 众人的表情都万分惊讶 面面相去后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推了推眼镜解释道 全球遭遇了来自银河系 未知名生物的入侵 会把人拉入恐怖的规则怪谈里 这里经历多少时间 外面是不会流动的 规则怪谈最开始是随机拉人 现在政府已经可以把人 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了 只有报名参加的 才能进入规则怪谈 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组织 我真觉得我运气被到家了 所以我为什么会被拉进来 那个男生摇摇头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你不用担心 政府对拯救者 有一个月两万的补助 如果你顺利活下来的话 可以去找政府申请 如果你在这个游戏里死了的话 在现实世界过几天也会死亡 那我要钱何用 我有钱赚也得有命花呀 那个女生亲切地挽住我的手臂 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活下来的 我们要相信我们国家 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摆脱这个可恶的游戏的 我苦笑 你们只要逃脱游戏就好 可我还要攻略那三个人啊 那个女生说 我叫甜甜 你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一进来 就和三个大boss坐在一起 我大惊 啊 他们是大boss 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尖酸刻薄的男人说 我们利用道具发现的 他们是这个游戏的boss 出去的线索 应该在他们身上 但是我们怕有危险 一直没有靠近 倒是你 直接坐在他们旁边 我突然想到 他们说的倒霉 原来说的是我 世界从来没有好好带过我 我长叹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我一进来 就坐在他们旁边 对了 去小喷泉那里洗脸 就可以不困 还能看懂课本听懂课 甜甜好奇地问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悠悠地道 问我同桌的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吃惊地看着我 你问他就告诉你了 这么好说话 我点头 虽然我是拐着弯问他 他也是拐着弯回我的 现在想来 可能是因为他有规则限制吧 这是我脑子里 突然闪现过傅臣义 秦彦林 和林天玉拿刀的画面 难道那个躺在地上的人 是那个睡着的人 他也是拯救者 我问甜甜 那个睡着的人 也是拯救者 甜甜点头 是的 也是我们的人 那这样的话 就有意思了 看来傅臣义 他们没有那么简单 我说 那个人已经被我同桌 他们杀了 不要找了 你们快去洗脸吧 快上课了 我还是不要透露 我有系统的事了 那个系统一点用都没有 派不上用场 傅臣义他们的名字 看样子也没人知道 也暂且不要透露 解释起来太麻烦 甜甜惊讶地捂住嘴 我的天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这是吴越 小江 宋哥 刘峰 还有小一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 你的名字 我勾了勾唇 叫我萧萧就好 对了 在规则怪谈里 待的时间越久越危险 我们要尽快出去 我郁闷地回到座位上 如今看他们三个人 就像看音速一样 美丽但窒息 这么帅的人 怎么是反派 甜甜他们很快回来了 接下来的一节课 没有再犯困 我舒了一口气 我转着笔 思索着这个规则怪谈 为什么这个规则怪谈里的 BOSS是三个学生 而不是老师或者校长之类的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我想不明白 我打量着傅成义他们三个人 果然还是得从他们入手 我想了想 还是又写了纸条 老公 为什么上课期间不能出去啊 我突然想去厕所 傅成义写完给我推回来 可以去的 我对上傅成义的笑容 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但是不入虎穴 咽得虎子 我又写道 老公 你可以陪我去吗 傅成义写下 可以 有他陪着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我举手报告给老师后 带着傅成义从教室走了出来 我们停在女厕所前 我咳嗽了两声 老公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出来 傅成义笑着点头 我走进厕所 这里的厕所 是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的 还挺干净的 我突然听到了漏水声 滴答 滴答 我搭在门把手上的手 开始发抖 不是吧 我怎么这么背 怎么什么都让我遇到了 我扭头就跑 我一把抱住傅成义 嗷嗷哭哭 呜呜 里面有漏水声 嗷嗷嗷 我们快点告诉老师吧 傅成义却摸摸我的头 说 别怕 我们先进去看看 说不定我们可以修好 说完就拉住我往里走 我抗拒地推他 不行啊老公 我害怕 我们还是告诉老师吧 傅成义没有理我 强势地把我往里带 完蛋 难道他要在这里杀了我吗 我扑通一下 跪在地上抱住他的腿 老公 我们还是不进去了吧 我害怕 傅成义一手揽过我的腰 直接把我抱进去 我抖着身子 缩在傅成义的怀里 看着傅成义拉开角落的门 水声从那里传来的 里面居然是一具女尸 她被挂在了墙上 尸体上是一刀一刀的割痕 斜往下滴落 眼睛瞪得大大的 看得我只想吐 赶紧捂住嘴 原来水声是她身上的血液 往下滴落的声音 傅成义掐住我的脸 逼迫我看这具尸体 凑近我的耳朵柔声问我 老婆 你看她美吗 喜欢吗 真是变态 我敢确定 绝对是她干的 比起女尸 我更害怕她 我直接抱住她 扎进她怀里 老公 她为什么会死 傅成义揉了揉我的脑袋 恶魔一样的声音 在我头顶响起 她违反了规则 我突然意识到 我也违反了规则 吓得浑身发抖 傅成义拍了拍我的背 别怕小猫咪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不知道该洗还是该忧 傅成义关上了门 半抱半推的 把我带回了教室 我坐在座位上 缓不过神来 怀疑人生 我自认为我活了19年 没有干过坏事 一辈子行善既得 怎么被拉入这种鬼地方 真是老天不开眼 傅成义手撑的脑袋 一直盯着我 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 傅成义好感度 无 所以我到底为什么 要累死累活 攻略恶劣的骚包啊 下课的时候 我站起来跟着老师走出去 我拦住她 老师 厕所有漏水的声音 老师的表情 没有任何波澜 好像习以为常一样 好 我知道了 我看着老师越走越远 皱了皱眉 看来老师也有很大问题 在教室门口等我 我走过去跟他们说 刚才我上课的时候 去了厕所 发现有一具女师 我去跟老师说 她的表情很奇怪 有些不以为意 吴越推了推眼镜 看来这个游戏很危险 以往我们遇到的 都是污染事件 这次直接遇到人命 你知道那是谁的尸体吗 我摊手 不知道 我想可能是别的班的NPC吧 还有污染是什么 是我想的那个污染吗 吴越说 就是思维意识会受到影响 比如红色的玫瑰 在你眼里是白色 会被这里的一切 慢慢侵蚀童话 然后被困在这里 就算我们出去了 他们在现实世界 也是常睡不醒 倒有点像我看的规则 怪谈小说设定 甜甜挽住我的手臂说 下了这节课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们一起讨论 晚饭时间有一个半个小时 我摇头 不聊 我和我同桌他们一起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甜甜惊讶的无嘴 这也太危险了 我说 那你们有别的线索吗 我们现在很被动 被困在教室里 急需要线索 壮汉宋哥说 说得对 不如等下课后 我们去实验楼看看 有什么线索 我想起规则说 后果自负 提醒道 注意安全 实验楼看样子挺危险的 宋哥说 好 那等会下课 我和刘峰去看看 商量完后 我们回到座位上 等待着这一节课的结束 我在思索 Boss是学生 拿刀伤人 厕所里的尸体 难道这是学校霸凌 那为什么老师不管 他们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还有新招聘的老师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新招聘的老师 他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校长呢 为什么校长不管 我还得攻略三个大哥 我头疼的捏捏额角 我又给傅臣义写了张纸条 老公 楼上是高二高三的学生吗 傅臣义写下 高二在二楼 高三在三楼 我想家了 想请家回家 你知道校长办公室在几楼吗 没有校长办公室 没有校长办公室 我一顿 不是说不在这个楼 而是没有 值得深究 那怎么办 老公 人家真的想家了 想回家 等高考结束了 就出去了 还真是我想的那样 高考结束出去 等到高考结束 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 到底怎么才能出去啊 怎么才能攻略成功 我突然想起来 问系统 如果我找到出去的办法了 但没有攻略成功 我会继续待在这里吗 系统 不会 你会出去后再进来 直到攻略成功 我问 再回来这个学校吗 系统 不一定哦 我震惊地问 这话什么意思 系统 字面意思哦 玩废话文学 终于等到下课了 我抱住傅成义的手臂 老公 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傅成义笑咪咪地说 不行哦 我要去老师办公室帮忙 先不去吃饭了 我一惊 他居然不去 我有点纠结 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傅成义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要不一起去 我想起那个厕所女士 打了一个机灵 不去了 哈哈 我饿了 想去吃饭 说着 我放下挽着他手臂的手 抱上林天玉的手臂 林天玉比秦燕林 这个冷冰山 看起来好一点 傅成义玩味地看着我 我怕他好感度 再往下 连忙说 老公 我只是想找人 陪我吃饭而已 他们都是饭鸭子 你永远是我老公 林天玉吃笑 谁是你饭鸭子 秦燕林冷着脸不语 傅成义笑 好呀 那你们去吧 得到了手啃的 我连忙狗腿地 跟林天玉说 哥哥 我们走吧 我眼尖地发现 林天玉耳朵红了 原来林天玉吃这一套 我趁机说 哥哥 哥哥 我们快走吧 林天玉耳朵红得跟瞎一样 别过脸去 语气不耐 烦死了 走走走 还是个傲娇 我乖巧地说 好的哥哥 我们走吧 林天玉好感度 二十 果然林天玉这种傲娇酷哥 还是好攻略一些的 比骚包傅成义 和冷冰山 秦燕林好攻略多了 秦燕林对我的好感度 始终是一 没有任何变化 我已经知道你是一了 能不能有点变化 对于这种高冷的人 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他们的表情始终如一 永远喜怒不形于色 哪怕傅臣义这种骚包 也永远挂着笑 可他秦燕林连笑都不笑 秦燕林冷笑 谄媚 谄媚 说谁呢 没听过一句话吗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应有尽有 就让你看看我舔狗的实力 到了食堂 我发现在食堂 大家也都很安静 没有现实世界的食堂热闹 我果不其然 极为倒霉地看到了肉菜窗口 我没有钱 不吃肉 林天玉拍了拍我的肩 没关系的 哥请你吃 不用你掏钱 哥哥我是真不敢吃 我装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其实我在减肥 不吃肉的 已经介入半个月了 秦燕林说 你管他做什么 他想吃什么 是他的自由 林天玉打亮了我一眼 说 你这么瘦不需要减肥 女孩子还是胖一点好看 果然秦燕林和林天玉 比傅臣义那个狗好多了 秦燕林扫了我胸口一眼 不过你 确实没有必要减肥 行 这么说是吧 我忍了 我只得说 我只是看着瘦 其实身上肉不少 需要减肥 林天玉和秦燕林 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松了一口气 往素菜窗口走 点了一个蔬菜沙拉 阿姨把碗放到餐盘上递给我 我眼尖地发现碗底下 压着一张纸条 我连忙拿出那张纸 上面的字如刀子一样 刀刀见血 谁来救救我 谁来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谁来帮帮我 太可怕了这个地方 神啊 死一定是生的对立面吗 好可怕 他们太可怕了 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些 我抖着手 把纸条塞进裤子口袋里 这时一个女生的书掉了 我弯腰捡起来 叫住那个女生 同学 你的书掉了 那个女生健壮连忙接过来 像兔子一样 小声说 谢谢 说完转身就要走 我想了想 又叫住了她 她转过身来 看我的眼神怯怯的 还有什么事吗 我装作困惑地问她 我想休学回家 不想读书了 想回家种地放牛 你知道校长在哪里吗 那个女生听到后面色惊恐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往后退了几步 想要跑 我拦住她 一脸诚恳和委屈 眼圈都红了 同学 我是真的想知道 校长在哪里 我不是学习那块料 我妈妈病了 我 女生沉默了一瞬 然后凑到我耳朵上低声说 没有校长 校长半个月前消失了 我内心大惊 面上装作感谢的样子 擦了擦墨须有的眼泪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女生拍了拍我的肩 亲身安慰我 别哭 等高考结束就可以出去了 我点头 道谢后转身收敛起我脸上的情绪 我回到林天玉和秦燕琳旁边 林天玉问我 刚才在跟那个女生聊什么 我慢悠悠地吃着饭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没什么 那个女生的书掉地上了 我帮忙捡起来 她对我表示了一大段感谢 拽着我不让我走 林天玉皱眉 不过是一点小忙 至于这样 我叹了口气 可能人家小姑娘比较热情客气 有素质 有教养 林天玉没有在追问 我想了想问道 哥哥 我们可以今年参加高考吗 一定要等到高三吗 林天玉哼笑 就你这学习成绩 拿什么参加高考 我捏紧筷子 不服道 我学习怎么了 我学习也还可以的好吧 虽然没有多么好 考个本科没问题的 秦燕琳说 三天后考试 只要你超过我和傅陈毅 我就去给你申请今年高考 为什么要把我往绝路上逼 信不信我一把火烧了这个鬼学校 大家一起死 我有些崩溃 为什么什么破烂事都能让我遇上 我一穿白色的衣服 必会吃饭弄脏 穿白鞋必会被人踩 喝水都能呛着 身边人一感冒 我必被传染 我呼出一口气 想起阎龙铠甲李信南的经典语录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偶像说的都是对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木树骁 你一定要活下去 活着才有希望 我回到教室 天天和小姨走过来叫我 骁骁 过来一下 我跟过去 我们在走廊小声说话 我看大家脸色不好 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 好像是刘峰 我小心翼翼地问 刘峰他 看大家沉默的表情 我了然 虽然他人尖酸刻薄 但人没了 总归有些难受 我安慰大家 别难过 我们要振作起来 不能让刘峰白白牺牲 我们要活下去 说不定政府 有让他们活过来的办法 吴越推了推眼镜说 对 我们要想办法逃出去 宋哥 说说你们看到了什么 宋哥叹了口气 我们到了实验楼 里面都是机器 机器上躺着许多学生 学生身上插着管子 然后我们发现了这张纸 宋哥把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 甜甜 小一还有吴越凑上来看 上面写着 39号实验体 2号 40号实验体 差 41号实验体 2号 55号实验体 优秀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张纸 这群畜生居然拿学生做实验 小一颤抖着身体 窃窃地说 那我们会不会 我也打了一个机灵 原来这个学校隐藏着这个秘密 但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需要解决的是怎么逃出去 我问道 然后呢 刘峰怎么死的 宋哥说 是那些新来的老师 他们穿着白色的西装 看到我们就追赶我们 我跑得快 出来了 刘峰跑得慢 被抓住了 那些老师很奇怪 没有出实验楼 宋哥拿出一支录音笔 说 我录到了 他们拿学生做实验的证据 宋哥打开录音笔 里面传出声音 最近实验体不够了 还需要人体 想想办法 快多搞到人 我要人 上面一直在催 谁 谁在那里 快给我去看看 大家陷入沉默 看来有什么规则束缚着他们 他们出不来 但规则说 看到陌生的老师 不能拒绝他们 看来这些老师 在一些条件下 是可以出实验楼的 根据录音笔所言 如果不快点逃出去 八成要死在这里了 我打破沉默 我也得到了几条消息 第一 我们可以等高考结束后出去 但目前来看 我们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 第二 这个学校的校长 半个月前消失了 这是我得到的线索 吴越问 我们可以提前参加高考吗 我说 不可以哦 三天后有个考试 需要超过学霸班长才可以 我总觉得不对劲 那个考试可能另有玄机 我们还是尽快出去为好 田田思索了一下说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学校拿学生进行实验 BOSS不应该是那些 做实验的人吗 为什么是三个学生 吴越回道 可能因为他们 在学生里面有微信吧 学生都害怕他们 而且我们现在的身份 也是学生不是吗 我赞许地点点头 这番话还是有道理的 也许是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才有权利 对破坏规则的人 予以所谓的惩戒 小姨怯怯地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出去 大家又陷入沉默 我轻轻嗓子 可 我们已经基本上 知道这个学校的情况了 出去的办法 应该也快找到了 我觉得 出去的线索 可能在实验楼里 有机会 我们再去看看 这时响起了铃声 我说 走吧 我们回去上自习 说不定 我们明天就能出去了 八点半自习结束 应该回宿舍了 看规则 九点应该在宿舍待着 秦彦琳跟傅陈毅 和林天玉说 走吧 准备准备巡逻 林天玉烦躁地抓了下头发 烦死了 我想回去睡觉 我灵机一动 哥哥 那我替你去巡逻吧 你回去睡觉吧 林天玉眼睛一亮 像狗狗一样 真的吗 太感谢你了 我感觉他无形的尾巴 摇得起飞 林天玉从口袋里 拿出一枚胸针 给我别到胸前 然后又给我戴上一条项链 项链很奇特 是一个镰刀图案 我疑惑地看着他 林天玉拍了拍我的肩膀 胸针是巡逻需要戴的 那个项链是我给你的小礼物 加油少女 哥要去睡觉了 以后你有事哥 一定帮你 林天玉好感度 三十 哇哦 我发现林天玉意外纯情好攻略 好喜欢他 我乖巧地点头 我会加油的 哥哥放心 秦燕玲皱眉 你就这么走了 他能行 林天玉冲我竖起大拇指 一挑眉 哥的人一定行 我也回了一个大拇指 抛了个魅眼 我一定行 秦燕玲不忍直视 跟傅臣一吐槽 本来林天玉已经够傻的了 结果有和他一样傻的 两个傻子倒是能弯在一块 傅臣一意味深长地说 他可不傻 倒是个鬼机灵的小丫头 秦燕玲吃笑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傅臣一笑 要不要打赌 秦燕玲沉默了一瞬 点点头 以往都是你赢 这次我要让你心服口服 傅臣一但笑不语 我看到两个人窃窃私语 好奇地凑过去问 你们在说什么 秦燕玲的耳朵居然红了 转过脸咳嗽 可没什么 傅臣一勾住我的腰 把我抱进怀里 不怀好意地说 宝贝想听 嗯 弯腰亲我的脸 暧昧地盯着我的唇 亲我 我就告诉你 我成你大爷傅臣一 占老娘便宜没完了是吧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 亲什么亲 真骚 我垮着一张小脸 谢谢 我突然不想知道了 他肯定没有憋什么好屁 绝对只是骗我亲他 傅臣一冲我眨眨眼 语气极为暧昧 真不想知道 我严肃地点头 我不想做第二个咒王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好色 我们要对不良诱惑勇敢说 I know 我对上傅臣一言语的表情 我居然觉得他有点好看 嘴唇有点好亲 傅臣一贪手 没有想到我家宝贝这么正直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既然宝贝不想听 那就算了 傅臣一就是最丑的 黑心老狐狸 我冷着一张脸 面色不屑 不说就不说 我才不稀罕听 秦燕林叹气 傅臣一 你老逗他干嘛 傅臣一笑咪咪的说 好玩 林天玉拍了拍我的肩 别生气 哥替你打他一顿 给你出气 还是林天玉好 好感动 我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林天玉 林天玉轻咳一声 转过头去 别别扭扭的说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秦燕林打断我们 好了别闹了 快走吧 穆树霄还要去宿馆那里汇报 林天玉送我到女生宿舍 嘱咐我汇报完了 就在教学楼前等他俩 我笑着说 好 我知道了哥哥 林天玉冲我摆了白手便走了 我先回宿舍看了一眼 宿舍是四人间 我居然和小姨 田田一间 还有一个NPC 我跟田田说 我要出去一趟 说不定会有出去的办法 田田紧张地抓住我的手 注意安全 保命最重要 我点头 然后往宿馆的宿舍走 宿馆是个和善的大姨 我跟她说 我要去巡逻 指了指我的胸针 宿馆拿出一张 只让我签字 跟我说回来的时候 悄悄窗户她就知道了 我签完字递给她 宿馆说 同学 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是田田说这话可以理解 不知道有没有未知的危险 但宿馆说这话 就有点意思了 我乖巧地说 我知道了 谢谢阿姨 我往教学楼前走去 一路上没有见到任何学生 教学楼前站着两个身影 正是傅臣毅和秦燕琳 傅臣毅居然换下了校服 穿了一件花衬衫和一条黑裤 很符合她的气质 真骚饱 傅臣毅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们开始巡逻吧 先从教学楼开始 看看有没有忘记关灯锁门的 我也扬起笑容 从教学楼里走 秦燕琳打开手电筒走在前面 我抓着傅臣毅的手臂 走在她身后 傅臣毅一边吊锒铛地走一边隐喻我 害怕 我理不知气不壮 我怕什么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小明就叫胆大 傅臣毅勾存倾笑 好的 胆大小姐 那我们要去楼上了 幸好二楼三楼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我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往下走的时候 明明已经下了两层楼 却还有楼梯 我后背冒出冷汗 不由自主地抓紧傅臣毅的手臂 闭起眼睛声音颤抖 老公 这是怎么回事 我害怕 傅臣毅难得没有开我玩笑 摸了摸我的脑袋 柔声说 别怕 我在 突然耳边炸开秦燕琳的惊叫 小心 我睁开眼睛 看见一群鬼往我们这边涌来 那群鬼穿着学校的校服 眼睛只有眼白 舌头垂到了地上 摇摇晃晃往我们这边走来 嘴里吱呀乱叫 我眼前一黑 觉得要晕过去了 傅臣毅抓着我的手 秦燕琳手里拿着一把剑 挥得杀气腾腾 刺了几只鬼后 转身跟在我们身后 我边跑边扭头看秦燕琳 我怕她遇到危险 秦燕琳察觉到了 安慰我 往前跑 我没事 我点头 心里还是有些惊魂不定 他们是什么 怎么会在这里 傅臣毅沉声道 他们是学生的鬼魂 偶尔会像今天一样出来 但距离上次 已经一个月没有出来了 原来是冤魂 报应 这是报应啊 干缺的事 就是遭报应的 但是为什么让我撞上了 我欲哭无泪 我痛哭哀嚎 傅臣毅说 只要等到一点 他们就会回去了 一点 哥 你在玩我吗 现在才几点 我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老公 你可一定要保护我 我害怕 傅臣毅笑着看我 我尽力而为 这时 秦燕琳叫了一声 我转身一看 一只鬼抱住了她的腿 我尖叫 秦燕琳 小心 秦燕琳被纠缠得无法行动 回我 我没事 傅臣毅手里多了一把刀 跟我说你自己注意安全 说完就加入战斗了 我愣愣地看着他们 脚下仿佛有千斤重 虽然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受到的教育 告诉我不能丢下他们 我握紧林天玉送我的项链 这是手里多了一把镰刀 长柄巨连 原来这是一把兵器 我握紧镰刀往前冲 一连下去 砍伤一只鬼 我心里漫漫咧咧 这把镰刀居然不是蓝色 我最喜欢蓝色了 长柄末端挂着一个铃铛吊坠 我挥起来叮铃作响 傅成义看起来游刃有余 反观秦燕林 好像腿受伤了 一瘸一拐的 一只鬼从他身后偷袭他 我大叫 秦燕林 后面 秦燕林惊慌地转过身来 原本身前的鬼突然涌上来 我提着巨连砍过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鬼逼得不敢靠近 我关切地问 还能跑吗 秦燕林说 可以 我点头 抓起他的手腕 往傅成义那边跑 快走 我们和傅成义会合 秦燕林好感度 七 我错愕地看了一眼秦燕林 没有想到冷冰山的好感度居然长了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秦燕林说 刚才 谢谢 虽然还是一张冷脸 但内心对我给予了肯定 我会再接再厉的 亲亲老公 我露出自认为好看的笑 不用客气 秦燕林不渝 这时一只鬼追了上来 眼看就要抓住我们了 我一连刀砍过去 那只鬼后退了几步 我可真厉害 使用得越来越炉火纯青 秦燕林眼里满是赞许 还不错 我得意的一扬下巴 过奖 过奖 我们跟傅成义会合 我一把抱住傅成义 上上下下打量他 装作担忧地说 老公 你没事吧 傅成义四笑非笑地说 我没事 刚才宝贝没有看到我英勇的身姿吗 我连忙狗腿地说 看到了 看到了 老公太帅了 不愧是老公 英俊潇洒 帅气逼人 光彩夺目 秦燕林嫌弃地看着我 我了然 原来秦燕林不喜欢我拍马屁 喜欢我聪明勇敢的一面 好小子 原来喜欢这个类型的 你放心 你喜欢的样子姐都有 姐可以是舔狗 姐也可以是大女主 我问 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摆脱这些 秦燕林说 回宿舍 只要回宿舍就没事了 我看着摇摇晃晃跟上来的鬼群 咽了咽口水 窃窃地缩在傅成义身后 他们好多 而且根本杀不死 傅成义笑咪咪地看着我 不如宝贝为我们开一条路 保护我们回去 我攥紧拳头 反驳他 老公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拿我找乐子 快想想办法吧 傅成义摊手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我捏紧巨帘 毅然决然地说 跟他们拼了 总归可以杀出一条路 傅成义笑 那宝贝可得保护好我呀 我胆子可小了 秦燕林沉生说 我数三个数 我们一起冲过去 往宿舍方向跑 三 二 一 我和秦燕林拿起武器往前冲 我眼睁睁地看着傅成义 往后退了两步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傅成义这个狗东西 又坑人 傅成义笑着看我们 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通过口形我判断他说 我垫后 垫个屁的后 谁需要你垫后 我们需要冲锋的战士 经过我和秦燕林的配合 我们很快杀出了重围 到了宿舍楼 幸好女生宿舍楼和男生宿舍楼挨着 我转身想跟傅成义发火 这么危险的时候 怎么可以不来帮忙 耍什么小聪明 我看着傅成义掐着一只鬼的脖子 面无表情地拿刀一刀一刀往鬼身上捅 眼神很利 我看鬼的表情都很害怕 如果不是他不会说话 我觉得他都能喊妈妈 我默默咽回了我的话 眼神飘忽不定 秦燕林健壮安慰我 别怕 我们已经跑过来了 大哥 我怕的是鬼吗 比鬼更可怕的是人心 这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之下 有人欺负鬼 这太令人寒心和害怕了 傅成义这时抬起头看到我 松开手 收回刀 那只鬼连忙跑向大部队 然后跑了 傅成义笑眯眯地走过来 他的眼神好像看透了我的内心 勾着我的脖子说 别怕宝贝 只要你乖乖的 我不会对你怎样的 我连忙点头 我一直都乖乖的 老公 秦燕林说 已经到宿舍了 你回去休息吧 我趁机说道 好的秦同学 老公 那我走了 秦燕林好感度 十 好感度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小命要紧 我赶紧往宿舍跑去 第二天 我和甜甜 小姨吃完饭后 我们往教室走 下了第一节课 秦燕林走到讲台上说 我们班要举行游戏活动 和隔壁班联合 一共两节课的时间 请同学们踊跃参与 我心里咯噔一下 学生服从老师每节课的安排 学生积极参与活动 这不就 来了 我问傅成义 可不可以不去 必须每个人都要去吗 傅成义也语地看着我 当然了宝贝 必须每个人参加 我眼睛亮晶晶地问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去参加呀 傅成义愣了一下 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死人是可以不用参加的 我甘笑两声 哈哈 老公你可真会开玩笑 傅成义搂住我的腰说 走吧 宝贝 我们去文娱楼吧 我被傅成义半抱半推地走出了教室 我问 我们等等他们吧 我们一起去 傅成义暧昧地看着我 他们有别的事忙 我们两个人一起 我心里一惊 为什么要我经历这些 他傅成义就是最危险的存在 跟他一起 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生存概率的 我推不开他 只能和傅成义一起去了文娱楼 走一步看一步 冰来降挡水来土掩 万一我找到通关的方法了呢 我们到了文娱楼的二楼 十三号教室 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我抖着手 拧开把手 里面很奇怪 没有桌子 椅子 完全是一间空教室 人很多 有很多陌生面孔 想来是隔壁般的 相同的是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痛苦的表情 恐惧 焦虑 害怕 傅成义这个变态 兴奋地欣赏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时不时凑到我耳边 跟我分享他的感受 我尽力带着笑容回应他 我怕他再干出别的事来 这时 身穿白色西装的人和林天玉 走进这间教室 我有点诧异 那个应该就是所谓的 新招聘的老师 实验人员 看来这里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搞不好又要出人命 林天玉说 安静 游戏即将开始 今天的游戏是 狼人杀 接下来我来介绍游戏规则 我们一共是78个人 39个平民 39只狼 晚上 狼可以刀平民 白天 平民除了投票以外 可以自行刀人 20分钟一轮 两节课后 教室里哪一方剩下的人 多哪一方获胜 我懵了 这叫什么狼人杀 直接叫乱杀吧 什么叫自行刀人 好家伙 就差把你们乱杀吧 写在脸上 这时喇叭里传来 秦彦琳的声音 现在游戏开始 请同学们听清自己什么身份 原来秦彦琳去干这件事了 这时 我的耳朵里传来一个声音 平民 我了然 游戏开始 第一页 偏黑请闭眼 我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请睁眼 昨晚死了一个平民 目前平民和狼人是38比39 我看见一个人倒在血泊里 身上像是被一刀一刀捅了的样子 就跟我在厕所看到的女尸一样 我一阵恶寒 接着又进来一个穿白西装的人 两个人一起把那人抬走了 秦彦琳 现在开始发表各自的看法吧 现实17分钟 也就是说 刚才我在黑暗里待了三分钟 但明明只有一瞬间 这时 一个女生尖叫起来 我不是狼人 我是平民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看见宋哥 吴月 田田 小一 挨着那个女生坐 默契地退后了几步 这时 一个男生站起来大声说 他肯定是狼人 先刀了他看看 又有一个男生说 我还说 你是狼人呢 你有什么证据 在这里污蔑人 那个男生又说 你护着他 你也是狼人 把你也刀了 完全乱了 我看林天玉也不管 坐在椅子上卖悠悠地喝茶 傅臣毅也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我不敢声张 枪打出头鸟 我还是老老实实躲 躲在傅臣毅身后 这时 傅臣毅不知道 从哪里摸出一个飞镖 直接置过去 扎进那个最先说话的男生胸口 我目瞪口呆地 看着傅臣毅的操作 这时 喇叭里传来秦燕林的声音 狼人简衣 我震惊地看着傅臣毅 没有想到 他居然杀了一个狼人 这么厉害 真是深藏不露 我崇拜地看着他 老公 你是怎么判断 他是狼人的 有什么判断依据吗 傅臣毅笑咪咪地看着我 我就是嫌他吵 想让他闭嘴 还是你骚 这时 那两个穿白色西装的人 又出现了 把那人拖走了 众人齐刷刷 看向傅臣毅 然后又默契地低头 不敢说话 看来大家对傅臣毅 是忌惮的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后 又吵吵嚷嚷 嚷嚷着 谁是狼人 其实我在想 如果晚上狼人不刀人 白天平民不刀狼 可以平局 大家一起出去 就是不知道这个规则 会判定平局还是都输 毕竟解释权不在我们手里 如果大家真的齐心协力 万一真的算平局 无恙出去这间教室呢 我灵光一闪 如果大家齐心协力 是不是可以推翻这个学校 揭露这个学校的恶 一起反抗这个学校 是不是就可以通关了 也许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 集结所有人的力量 说不定就可以 那我怎么样 才能让大家齐心协力呢 我突然想起录音笔 录音笔的音频足够炸裂 如果所有人都能听到 我能保证70%的人会愤怒 这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不成功变成人 如果这个时候不反抗 大家都会完蛋 我想他们应该 也不会坐以待毙 我问傅成义 老公 秦彦琳现在在哪 傅成义回我 广播站 我继续问 那广播站播放的东西 全校都能听到吗 傅成义四笑非笑地看着我 当然 我有点怕傅成义这个表情 总觉得他又在憋坏 我小心翼翼地说 老公 我想去找我朋友 有点事 马上回来 傅成义眯着眼睛看我 看到我心里发毛 傅成义才说 去吧 快点回来 我松了口气 连忙往田田那边走 这时 大家都在争吵 乌泱泱的 没人注意我 我拍了拍 宋哥的肩膀 宋哥他们惊喜地看我 刚想说话 我打断他们 我好像找到出去的办法了 可能性只有五成 我想试一试 田田紧张地说 危险吧 萧萧 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 我摇头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想试一试 吴越点头 好 那你需要什么 我感慨 果然是聪明人 我需要录音笔 去广播站 把这一切公布于众 我觉得 他们不会无动于众 会成为我们的助力 无悦了然 是一诵哥把录音笔给我 你注意安全 我道谢 谢谢 我会注意的 田田抓着我的手 担忧地看着我 萧萧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 不成功变成人 你们也注意保护好自己 我走了 说完我就回到傅成义身边 很快就到了第二轮 我眼前又是一片漆黑 我在心里算着 一节课四十分钟 两节课八十分钟 二十分钟一轮 也就是说一共四轮 现在才第二轮 唉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天亮了 请睁眼 昨晚死了一个平民 目前平民和狼 是二十九比三十 我心里大惊 这么快就死了十九个人 这样四轮下去 人都死没了 耳边又是他们 吵吵嚷嚷的声音 互相指责 互相叨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有人指着我 他肯定是狼人 上一轮 我看到他鬼鬼祟祟 去找别人 肯定是和他的狼同伙串通 真是锅从天上来 我耿住了 我不是狼人 我是平民 我突然顿住了 这才感觉到 自己的解释多么苍白 根本没人在意嘛 他们都杀红了眼 恨不得大家一起死 互相指认 这时又有几个人附和 这时傅臣义伸出胳膊 挡在我面前 冷笑 来 让我看看 谁敢动他 众人没有在吭声 林天玉站起来 沉声道 他是平民 室内鸦雀无声 我感慨 怪不得大家都想要 独一无二的偏爱 这感觉也太好了吧 当然如果被偏爱的是别人 我就得死了 我悄悄拽了傅臣义的袖子 拿手遮着脸说 谢谢老公 傅臣义笑 不用谢 真想谢我亲我一口就行 那算了 突然不想谢了 我陪笑 下次 下次再感谢你 傅臣义笑应地看着我 说好咯 我敷衍道 嗯嗯 好 经过傅臣义 林天玉这一闹 白天只死了一个 被投出去的狼人 我忍不住提议 如果今晚狼人不刀人 白天 我们平民不刀狼 我们已经平局了 大家可以一起出去 众人被我的话 整个愣住了 他们好像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 我在接再厉 狼人朋友 今晚不要刀人好不好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一定可以出去 众人沉默了 傅臣义搂住我的脖子 妈撒着我的耳朵 低笑 你越来越让我惊喜了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谢谢 好感度为伍的喜欢 我不要也罢 我干笑 我也喜欢你呀 老公 傅臣义饶有兴致 真的吗 但我的喜欢 和你的喜欢 肯定不一样 这不废话 谁能和你 这变态的喜欢一样 我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天亮了 请睁眼 昨晚无人死亡 我眼睛一亮 有希望 也就是说 我的想法有希望 果然这些人 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最后一轮 也无人伤亡 林天宇宣布 本次游戏平局 请所有同学 有序离开教室 回去上课 我喜出望外 连忙往外跑 傅臣义拽着我的衣领 刀拉回来 往哪跑 我捂着肚子 装作不太好意思的说 我想去厕所 能不能 傅臣义上下打量我 看到我冷汗都哭出来了 他松开手 去吧 我和林天宇回教室等你 我点头 连忙往外跑 拦住一个女生 低声问她 同学 你知道广播室在哪里吗 老师让我去广播室取资料 那个女生指给我 在三楼右边楼梯口 我道谢 连忙往楼上跑 我刚到三楼 就遇到了那个 穿白色西装的男老师 他过来笑咪咪的说 同学 可以帮我去办一下资料吗 干 这下真的要去办资料 我手心冒汗 规则说 不能拒绝他们 但去了肯定没好事 保不起命要没了 我该怎么办 这时秦燕林过来了 我就跟看见救星一样 一把抱住秦燕林的腰 腰好细好软 我眼泪汪汪的 看着秦燕林 秦同学 我肚子疼想去厕所 二楼厕所人满了 想来三楼 结果这个老师 想让我去办资料 你能帮我吗 秦燕林看向那个人 说 我和你去办吧 我感激地看着秦燕林 秦同学 大恩不言谢 以后我定解草闲环 说什么 跟着秦燕林下楼了 我连忙跑向广播室 把广播室的椅子 沙发都推过去挡住门 这才拿出录音笔放录音 最近实验体不够了 还需要人体 想想办法 快多搞到人 我要人 上面一直在催 谁 谁在那里 快给我去看看 我循环播放这个录音 我轻轻嗓子 用另一个麦克风说 同学们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毛主席说过 枪杆子里出政权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就可以战胜一切 迫在眉睫 我们需要齐心协力 捍卫我们的人权 同学们 他们这样对我们 今天死的是他 明天死的就是我们了 这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倘若今天不作为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我的忌日 在实验楼 躺着我们的同学 这是写灵灵的教训 若我们不反抗 下场于他们别无二致 我们也会成为实验体 所以站起来吧同学们 为了自由 为了再一次站在阳光下 我们抗议 这时 我听到教学楼里传出声音 为了自由 为了再一次站在阳光下 抗议 抗议 学生们陆陆续续往实验楼走去 为了正义 为了人权 为了自由 更为了每一个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 他们高喊正义 自由 人权 也许这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 但对他们来说 这是梦寐以求的 我感慨地看着他们涌入实验楼 为了自己而拼搏努力 这时 广播室的门被拍响 谁在里面 快给我出来 我视若无睹 把录音的声音开到最大 门外的声音越来越大 咒骂声也越来越大 这时我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耳边响起机械音 恭喜玩家成功逃脱锦阳中学 我内心吐槽 这么黑暗的学校 也敢叫锦阳 锦阳中学 一个拿学生进行实验的实验基地 进入这里 都是家长所谓不听话 不好好学习 的学生 签协一一签 就是三年不回家 在这里 老师 校长就是天 老师为了更好的管束班级 给予了三个人相当大的权力 是老师的贴心人 在班里忽假虎威 为非作歹 校长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和见不得光的实验人员合作 拿学生当实验体 终于校长被查了 带走了 但这个学校见不得光的事 还在继续 终于引起了学生的反抗 闹得沸沸扬扬 他们重获了自由 我没有想到 小猫咪有这么大能耐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收收你变态的笑 恶心死了 下个游戏见 小猫咪 全文完 持发不得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